关了谈判大门,中方反制说来就来,一共八刀,刀刀捅向美国软肋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中成,欢迎来到中成talk 现象比起被大陆围困、穷困,台湾当局或许更希望大陆能来个痛快的 因为岛内的政客们快承受不住了 据悉,解放军东部战区不仅环绕台岛展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派出上百架战机参加演训,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 还发射了东风导弹,越过了台岛上空 面对如此近距离听见解放军演训时传出来的炮声、导弹声 岛内台独分子的心理有着极大的压力和不安 加上大陆宣布暂停输入100多家台湾食品 以及禁止天然沙出口到台岛地区 短短一天,一些台湾政客已经开始呼吁两岸和平了 另外,蔡英文在与佩洛西会面期间也表示 台湾地区永远开放建设性的对话 称军事演习是没有必要的反应 针对这一番话,国民党内委赖士堡认为 佩洛西此次访台,台湾当局一改往日作风变得非常低调 想来是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 所以才小心翼翼谨慎慎的处理 如果按照赖士堡的说法 那么可见即便台湾当局表面上仗着有美国撑腰 对大陆频频叫嚣挑衅 但实际上还是怕挨大陆的打 不过佩洛西窜台已经是发生了的事情 中方此前早就发出过警告 若佩洛西执意窜访 那一切后果将由美方负责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又如何呢 小心谨慎又如何呢 台湾当局还是在继续与美国勾连 因此除了解放军绕台岛军事演习 大陆对台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 此次还有五国分别对美国和佩洛西本人的反制措施 中国外交部宣布 佩洛西执意窜访所造成的后果非常恶劣 中方依法对佩洛西本人及其家属实施制裁 与此同时呢 还对美国采取了三个取消 五个暂停的反制措施 首先三个取消包括取消安排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这意味着从此时此刻开始 中美不用谈了 双方将不再进行直接交流 别看美国频频挑衅与中国对着干 但美国也是矛盾的 想要对付中国的同时 也要给中美关系装上栏杆 这样一来便可避免因为误判而导致冲突 例如前不久 中美外长的防长都分别进行了线下会晤 其目的就是管控危机 让中美不走向冲突的那一步 现如今中方直接把栏杆给撤了 就等于是在告诉美国 现在开始不用谈了 中方不是没给过机会 也不是没有抱有幻想 只是美国伊尔赛尔三的用行动告诉了中国 他没有真心想要缓和中美关系的意思 既如此 不但有诚意的谈 就是在浪费时间 所以中方这次把门给关上了 中美目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至于接下来会出现怎样的风险 这个锅得由美国来背 其次五个暂停 包括暂停中美气候变化磋商 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以及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作合作 和暂停中美禁毒合作 气候变化问题是拜登为数不多的 能够拿出来说一嘴的政绩 以后没有中国的协助 怕是连说一嘴的机会都没有了 至于打击非法移民 跨国犯罪 司法以及禁毒方面的合作 都是拜登政府期望中国 能够提供协助的领域 看来中方此次反制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知道挑选什么作为反制美国的武器 能够让美国感到痛 一共扒刀 且刀刀捅向美国的软肋 看来中方是选择不再忍了 话说回来 这也算是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这些年来 美国频频制裁我方企业和官员 现在也该轮到我们了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